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是继续说 对于国民党中央来讲 罗志强是一颗活旗 可以到别的地方参选 他不希望活旗变成僵局 那我请问你什么意思 已经很明了嘛 另外一句话是 最后要提名的人选 他指的是桃园市长 不见得就是现在已经表态的人事之中 不是说两个要表态的 他都这个等于说 国民党都不是朱立仁的口袋名单嘛 他说现在没有口袋名单嘛 那既然没有口袋名单 为什么你把人家排除 把罗志强排除呢 对啊 对不对 你要征召人家可以表态 表态是人家的权利嘛 你可以不要我 但问题是我要表态说 我有意愿去这个参选嘛 对不对 这样不可以吧 对啊 连表态一下都不行 表态OK啦 表态没问题啦 吕玉玲很优秀 连我都支持他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不支持 让在地的人一个机会呢 他可以表态嘛 他表态跟你要不要 他出来征选 那是两回事 我连表态一下都不行 可以的 那吕玉玲表态 不过那个 下次那个彩带好看一点 那个彩带怪怪的 你知道吗 像综艺节目 而且像日本综艺节目 那么他可能要表示 亲民配合自己的口罩的颜色啦 不过呢 人家人和嘛 对不对 人家又表示说 你看那么多社团 妇女社团 什么社团 后面还有一个 杨欣生好像蛮支持他的 对不对 蛮好的 他什么都有 你知道吗 他连打选战的 这个后援物资 人家自己本身 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党来支援嘛 那这样的一个人才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 有个表态的机会呢 那么至于罗志强的话 我如果是他出现的话 我更高兴 你知道吗 给年轻人一个 其实他不年轻了啦 给空降部队一个机会 有什么不对呢 他也可以表态嘛 不过我唯一有意见的是 如果你罗志强真的爱桃园 真的想在桃园选市长 你就不应该等到 什么要买到房子 又要便宜的房子 你才要签户口 他户口好像没签吧 现在要不要 你应该先签啦 你知道吗 先签户口表示你有决心 你爱桃园嘛 对不对 你连卢族跟连这个很多地方 卢州都不没险设 你名字都搞不清楚 地名都搞不清楚 你到底有没有把心 全部放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替桃园相亲 抱不平的地方是这里啦 你外面的这个刺客很有名 什么韩粉心教主 等等等等 那个网路声量非常高 那都OK 但问题是 那你要爱桃园啊 爱桃园最好的办法就是 马上搬过来嘛 户口签过来 人买房子嘛 买房子有那么困难吗 我买房子看两个礼拜就决定了 一个两个礼拜 你已经多久了 你知道吗 到现在还真的那么穷吗 如果连买个房子 都要说最便宜的 那你就不要选了 你哪来的能力 去选这个桃园市长啊 你的这个相关的后援 在什么地方啊 尤其那你有把这个桃园 所有的议员这些 让他们都肯定你吗 虽然包括我对面的黄敬平 那么说如果出现的话 我这个就支持了 问题是你要能够出现啊 党中央都不让你出现了 你知道吗 口袋名单里面都没有你了 讲白的就这样嘛 从党主席一直到党秘书长 人家都这样 你继续坚持下去 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就造成中国国民党的撕裂 我不客气说就是这样嘛 现在搞成这样 我问你 到底是不是笨蛋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直拖下去 一直拖下去对不对 那就让撕裂越来越深 吕玉玲今天宣布了以后 他会不会大动作 大幅度的在桃园 整个造势 当然会啊 他想把自己拉高嘛 那我请问你 那么到底是不是笨蛋的党主席 对不对 那请问你到时候征召的时候 征召最强的 你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还不是民调 那他在这边一直拉高 一直拉高 那边空降的这个 等于说部队的那一位 也在那边拉高拉高拉高 当然民调会改变嘛 民意如流水 民调会改变嘛 不过我对近平所讲的 就是说有一点不赞成 就是说他说不用急啦 不用急着这个 等于这个朱立伦去美国之前 不要急着决定 这点我是有意见的 我觉得不要再让 国民党不应该再让桃园 那个去乱下去 你们决定以后朱立伦去 这个等于说美国 民进党好推出自己的人选啦 民进党现在就根据你的人选 来选人选啦 我不客气讲就这样啦 因为根据你所出来的人选 来选人选 本来 本来 号称最聪明的那一位 也是民调最高的那一位 鲁明哲 现在经过这么多的 这个劫难了以后 我相信鲁明哲 现在这一整个气势都脱下去了嘛 对吧 所以国民党我就搞不清楚 你们到底搞什么鬼啊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作为一个党主席 作为一个党的秘书长 你应该把这些人 你有兴趣征召的 跟有兴趣选的人 马上就全部都叫过来 大家开个会 做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协调嘛 对吧 有什么事情不能瞧呢 人家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 两个不同派系 两个要抢 过来瞧一瞧 陈其脉瞧一瞧 大家都OK了 你知道吗 都是为了党好嘛 都是为了你们这个 自己党的未来好嘛 很奇怪 党主席主义的人 怕不要 那党主席没有主义的人 拼命出来表态 最后的结果 全部一起撕裂 那站在我的立场 我其实是蛮希望看到 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 我觉得很奇怪 本来在国民党是 这样员扔 国民党真的不容易